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验照不光是大陆有不光是大陆的个别干部有今天给您看台湾女干部女军官准确的讲台湾国军女军官得验照他自个博客里1000多张还是台湾的这个导弹指挥部的通信官年放30啊但是呢好像说 对自己啊有信心哎就觉得就说是我爱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虽然没有腐肌但是呢他还挺白啊给大家晒一晒这个女军官的燕名叫什么呢 他自己自称啊叫小美女他的大名姓范叫范群真还真就是群众侦察那俩字范群真这个听音啊也像是就是说是这个反应啊 真操属于群众这个时代主题那么这个范群真你身为国军女军官啊如此的这个这个验照台湾军方什么反应首先呢人家这个小范呢范群真就说呀说我又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我用不着上面同意啊 这是我的自由谁说军人不能性感呢哎要不说台湾这非弹指挥部也挺开明就是说呀小范同志军官呢他拍这个东西啊是在他休假期间拍的而且人家呢没穿军装哎这个事啊我们也就不大管他但是呢表示呢也会加强官兵教育最近听说呀这个小范也关闭了自己的博客 所以呢趁着这个这个机会啊以后可能都没了对吧赶快咱们来这个这个这个看一看小范的所谓验照也算是台湾美眉给咱们一点夏日清凉 最近你觉不觉得简直是一个就是验照世界的这个东边风起啊西边冒烟啊到处都传出验照而且呢就特别刺激人民群众眼球的呢是有些啊基层的咱就说少数吧这个干部啊这个公务员你像最近都说了好几起了这个什么昆明发改委一个副处长 涉嫌不是集体淫乱吗也是这个上网了还有那个不雅照一个县的好像什么人大党组成员也是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哪的来着还反正不一列举你看老是传出这些个这个验照太多了之后啊我看多了吧会让我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在我们某些基层啊或者 这是比较偏远的那个村啊或者什么县乡镇那里哎这个干群关系是不是比较淫乱有时候我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猜疑看多了 不是网上曾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吗就是说呀这个村里啊年轻人小伙子要外出打工然后老父亲呢就嘱咐他说你出去到这个外边啊不要找小姐你那个找小姐啊你就染了那个性病那全村人都跟着倒霉 这小伙子这小伙子就不明白啊说还我怎么得性病全村人就跟着倒霉啊他爸就跟他说说你看你要是得了这个病呢你媳妇就得了这个病了你媳妇得了这个病了我就得了这个病了我要得了这个病了你妈就得了这个病了 说你妈呀得了这个病啊村长得了这个病啊全村人都得了这个病了这个段子你看是讽刺就我刚才说的个别这个村干部是不是很乱啊当然咱们这个没有真兵实据咱们姑且得认为 百分之999.9%的村干部都是好的啊都是留下会但是呢毕竟最近说的俩官你记得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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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执行死刑的许三多其中一多不女人多吗哎弄的一个区政府的几十个女干部人人自危啊啊破坏人家家庭啊就是说要不就有一腿没一腿的呢跟着 这个名声也坏了老公起疑心了都这么传呢最近还有一个贵州的一个副县长他的这个案子发作了但是发作之后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说他这边被被被被被被交代了吧哎紧跟着呢怎么这个县里好多女干部女教师啊跑医院检查身体 这是怎么回事 本周前东南州检查院特录各州三岁县原副县长杨昌明涉嫌贪污受贿疑案近日将开审 杨副县长的这个案子本来呢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 这个要依我的标准他简直呢也很难说是什么贪官啊 做他涉嫌的这种钱呢是多少呢也就是四十来万 而且这个人吧是个空降干部就是说到这个三岁县的外来的老婆孩子呢呃都没跟来啊 所以呢他一开始被这个检察院带走的时候啊他的事没有什么反响 那是什么事到最后说有了反响呢 就是后来啊他们这个县里啊有一个传闻一个传闻 这个传闻就是有一个女教师呢到医院去检查 一检查呢悲剧就说是艾滋病 可是过不多久女教师向警方报案 说呀我被强奸了 我被谁强奸了 被杨副县长强奸了 我本没有艾滋病 我的艾滋病是杨副县长因强奸而传给我的 这下杨副县长的事大了 你就看啊把杨副县长带走的那一天那个日子口都很寸 三八妇女节那天抓的 杨成明2008年由前都南州远程教育中心主任调任三岁县副县长 分管经贸招商引资电力石油盐物等行业 人心惶惶啊 那这个三岁县公安局你得赶紧出来证实啊 哎公安局你下出来说了 说没错 的确去年11月有这样一宗报案 却有一名女教师 报称自己被奸被强奸的被入室强奸 就说是不是在室外啊 这不用去吸气说 就被入室强奸了 而且这个案子就到现在还没破 也就是说还是一宗悬案 这就是讲啊 这一宗悬案你不能说明就跟人家杨昌明有什么关系 入室的可不一定是副县长 对吧 所以说呢是这么个事 可是啊 谣言很可怕 这个留言传出去了 尤其是关于艾滋病的留言呢 那更是让人这个就所谓谈爱色变呢 这个留言一传出去 变成什么 说是说杨昌明副县长在被刑拘期间 发现了他有艾滋病 这一下子问题性质变了 贪污问题改卫生问题了 这家伙一下他的问题不是攻坚法处理了 转卫生防疫部门了 这我们国家对艾滋病问题那是这个这个高度的这个关注的 是吗 说哎你必须得交代啊啊你这个贪污的事还在小啊你这个艾滋病你你你你你你跟什么人发生过性关系啊你就赶快 如实的呃说呀这家伙这个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事啊 所以呢 杨复县长也没马虎 哗哗啦竹筒到豆子圈招了 说一看名单上不好查 30多个30多个女的跟他发生过这个 关系 其中 这个这个人员成分啊 既有多名卖淫女但是也有多名女教师和女干部 好那这是传言啊这传言这个这个传言传开之后啊 这家伙这个当地啊那就是真的那不得了了 特别是在那之后不久又发生一件很稀小的事情 一名30多岁的男性理发师因艾滋病而死了 所以这个事啊那早就冲出全线传传遍全国了 所以这个媒体记者纷纷奔这个线啊这个线火了 这个记者在这个线里啊那是到处大厅哎 连出租车司机啊一听记者聊这事马上就没飞色舞啊 就说最近是是啊最近我们这这个女干部啊都往医院跑啊 你说这个流延造的所以记者也到当地的确实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艾滋这个益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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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种机构中心去核实啊 核实哎人家先给你来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依法办事啊 就是按照我国法律我们对于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感染者患者呀 那第一绝不能歧视第二呢那是对人家的隐私对人家的信息 我们要高度保密 但是呢最近却有不少女教师女公务员到我们这来检查 说你瞧前两天还一个女老师来这查是不是艾滋病的 但是我可跟你说清楚啊 这可绝不这就这就这不意味着跟杨昌明的事情有任何联系 但是当今是这个这个这个网络呀什么微博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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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呀这个满满天飞了之后 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话题 又有人说了交叉感染了不知道传染了多少人呢至少是网络上是一片惊呼 有人的这个纷纷发表评论啊 我给大家读几条比较典型的 你看这位说这算工伤吧 因工负伤可算劣势 说这个应该算职业病 然后这个强烈建议啊 以后发福利增加套套这一项 就你得带套啊啊 加强劳保 然后甚至这个有点这个干嘛偏激啊 说书记和县长安否 因为杨昌明是原副县长嘛 然后这句话说的更为恶毒 说当官不干女下属啊 不如回家卖红薯啊 当然这些个这个评论咱们也知道 网络上这个都是胡说八道啊 不能当回事儿 问题的关键是杨福县长到底有没有艾滋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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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e 好 slowly